很多人都会觉得路政署工作主要是维修道路 其实维修路灯也是重要一滑 香港公共照明系统是由路政署负责 路灯维修是其中一项工作 香港的公共照明系统现时有大概24万盏灯 除了常见的路灯和道路标志灯之外 还有很多平时大家不太关心的地方 例如行人天桥、行人隧道、公共运输交汇柱 还有高速公路上三四十米高的高维杠等等 我叫阿坤,是香港路政署一位的路灯维修员 你可能会说你的工作都是换一下灯蛋 很轻松的 其实24万支街灯做定期维修检查工作量是很大的 而且为了避免影响交通、市民的生活 亦都为了方便看到坏的灯 我们的工作通常都是在夜晚才进行 除了定期维修检查之外 我们还要24小时随时后面出动 去处理一些紧急的维修工作 是真正的风雨模组 紧急的维修工作主要是处理市民通过 1823个月份提出的投诉 收到1823中心分派出来的投诉方案之后 我们会再看一个地区工作量 再去细分给其他维修员 如果只是坏了灯蛋 烧了火牛 这就比较简单 通常当晚都可以盛上灯 但是如果问题是涉及地底的供电电纜 就需要多一两万的时间 我们的维修工作经常充满挑战 尤其是冬季时候 而我最难忘的是 2018年山足台风那次 每街都是被超强台风破坏的灯柱 包括我身后的煤气灯 道路又被刮倒的树木阻塞 很多地方的汽车都没办法倒达 维修队要靠步行 一条条街地检查维修 而部分靠近河边的行人隧道 几乎全部被水掩盖 隧道灯损位 全靠维修人员日以计夜地抢收 才是可以令到市民的生活 尽快回复正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感谢观看